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保罗在生命最后的一段时间里既不埋怨也不遗憾 因为他依然在神所赐给他的使命中尽力奔跑 他也火出了对主耶稣的忠诚 让提摩太和我们见证了尽全生命的典范 让我们一起来读提摩太后书第四章 提摩太后书第四章 我在神面前 并在将来审判活人死人的基督耶稣面前 凭着他的显现和他的国度嘱咐你 物要传道 无论得时不得时 总要专心 并用百般的忍耐 各样的教训责备人 警戒人 劝勉人 因为时候要到 人必厌烦纯正的道理 耳朵发痒 就随从自己的情欲 增添好些师父 并且言耳不听真道 偏向荒谬的言语 你却要凡事谨慎 忍受苦难 做传道的功夫 尽你的职份 我现在被交电 我离世的时候到了 那美好的仗 我已经打过了 当跑了路 我已经跑尽了 所信的道 我已经守住了 从此以后 有公义的冠冕为我存留 就是按着公义审判的主 到了那日要赐给我的 不但赐给我 也赐给凡爱慕他显现的人 你要赶紧地到我这里来 因为迪玛 贪爱现今的世界 就离弃我 往铁撒罗尼加去了 格勒士往迦拉泰去 提多往达玛泰去 独有路加在我这里 你来的时候 要把马可带来 因为他在传道的事上 与我有益处 我已经打发推击鼓 往义福所去 我在特罗亚 留于加布的那件外衣 你来的时候可以带来 那些书也要带来 更要紧的是那些疲倦 铜匠亚历山大 多多地害我 主必照他所行地 报应他 你也要防备他 因为他极力抵挡了 我们的话 我初次申诉 没有人前来帮助 尽都离弃我 但愿这罪不归于他们 为有主站在我旁边 加给我力量 使福音被我尽都传明 叫外邦人都听见 我也从狮子口里被救出来 主必救我脱离猪般的凶恶 也必救我进他的天国 愿荣耀归给他 直到永永远远 阿们 问百基拉 亚居拉 和阿尼瑟福一家的人安 以拉都在哥林多住下了 特罗菲磨病了 我就留他在米利都 你要赶紧在冬天以前 到我这里来 有有布罗 布田 利奴 格劳迪亚 和众弟兄都问你安 愿主与你的灵同在 愿恩惠 常与你们同在 保罗说 我出此申诉 没有人前来帮助 尽都离弃我 但愿这罪不归于他们 唯有主站在我旁边 加给我力量 保罗理解信徒们不敢为他作证 是怕被连带处分 所以他不责怪任何人 他单单依靠耶稣的爱 并且坚定地相信主掌权 必有最好的安排 亲爱的朋友 也许你正在困境之中 无人回应 就让你很慌张 也很寂寞 但别忘了 其实你可以紧紧抓住神哦 相信你所倚靠的 比千万人都更有能力 而且无论高山低谷 他都不会离弃 永远陪伴着你 我们亲爱祷告 亲爱的主耶稣 求你在我孤单无助的时候 成为我的力量 陪伴我走过 每一个难熬的关卡 祷告奉耶稣基督圣明祈求 好闷 祝福你 天天与耶稣同行 享受丰盛美好 陪你读圣经 我们明天见 耶稣爱你 我也爱你